好专业直接找到点了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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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看到美国女孩 看美国女孩的电影的 OK 那我好奇想请问一下 因为小小这个角色是 比较特殊的孩子 她有过动症的 那你是怎么去揣摩这样的角色 你是去 从外表上去观察 模仿还是说 你从这个剧本里面去感受这个角色的想法去贴近她呢 我有看一些关于 关于过动儿的书还有电影 然后剧主要安排一些时间让我去观察一些过动症的小朋友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在做平常生活会做的事情 我就会想说如果是小小的话 她在这个时候会是怎么表达自己 天啊 各位注意到了吗 虽然是11岁的时候演 她做的功课 比一般的职业演员都没有少任何一点 那我再问一个 这位就是得奖以后 不是不用讲得奖以后啦 就是小小获得这个瞩目以后 那你自己对表演 就是有什么想法吗 就立志要做演员了吗 还是说这只是刻余的一个兴趣呢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我真的很喜欢演戏 然后我还是想要继续演下去 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以课业为主 就好好念书 所以现在如果有片约来找你 你不会答应吗 还是看情况 会 可是就还在想说 就是以后要做什么事情 是 好 那我们谢谢 也恭喜林品彤 或者本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